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月二龙抬头 一年都有豪彩头 二月二剃龙头 一年都有精神头 等等等等吧 很多啊 反正全是吉利话 拜年科 有点像喝酒似的 春节过完一个月了 再往回勾一勾的感觉 那今天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 本届冬残奥会的时间 是从今天起一直到13号 总共10天 再过一个多点啊 主题为生命的绽放开幕式 将在鸟巢举行 时长80分钟 从导演透露的亮点来看 倒计时是冬残奥会开闭幕式 冬残奥会开闭幕式 四个仪式里边呢 最有独特性的 还有会晖的展示环节啊 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每一个残疾人自己的故事 每个细节都令人感动 还有冬奥会开幕式是冰雪兰 冬残奥会则是热情奔放 五彩斑斓 雪蓉蓉呢 也将啊 在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带领大家 欢迎远道而来的残疾人运动员 你说雪蓉蓉和冰敦敦 上班的日子选多好 冰敦敦 李春 他呢 二月二 都跟咱们中国的传统民俗 和节气有关 二月二的民俗 一个地方一个样 但是龙抬头的叫法啊 是全国统一的 今天我儿子一早上还考我呢 说妈 你知道龙抬头 是哪条龙抬头吗 我就心醒了 小样 我要不提前补补课 我还走不过你了 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二剃龙头 一年都有精神头 每年的精神前后 是中国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 俗称龙抬头 你知道它为何与龙有关吗 这还要从神秘的古代新秀文化说起 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 左金龙 右白虎 前猪雀 后玄武 其实它们代表着四种锐兽 古代天文学家 把天上的星星分成了28个组合 叫28星宿 然后又将这28个组合 按照分布的方位 分成了东西南北四个集合 每个集合有七个星宿 每个方向都有一个瑞兽象征 其中东方的七个星宿 组成了龙的形状 叫做苍龙七宿 二月二龙抬头所说的龙 指的就是28秀星象中的 东方苍龙七宿星象 苍龙七宿在星空中的位置变化 与我国古代的农石周期 惊奇地吻合 每到金折前后 龙角星就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故称龙抬头 这也是春天农耕开始的象征 夏天作物生长 苍龙高选于南方夜空 而到了秋天 庄稼丰收 苍龙也开始在西方下落 冬天万物不藏 苍龙则隐藏于北方地平线以下 传说在龙抬头这一天 东方苍龙从沉睡到苏醒 天雷战阵 大地屠向甘霖 人们也将这一天 作为一个祈求风调雨顺 驱邪掌灾 纳降转命的吉日 在盛唐时期 从皇帝大臣到百姓 都会用青色口袋 装上各种各样的粮食 和瓜果种子 互相送送 提示播种 这一天的饮食上 也有一定的讲究 百姓的饮食都以龙为名 吃春饼叫吃龙鱼 吃面条整吃龙须 吃馄饨得吃龙鱼 吃饺子则叫吃龙饵 这一天 有祈求的人 齐龙复活的强烈愿望 再讲中国 几乎所有的节日 都和美食有关 2月2月不例外 那和这个节日相关的美食 都要点啥呢 要是想用这个节气 得吃点啥呢 白头日 自古就是一个 纳想转运的好日子 许多民间传统食物 也多以龙来命名 口口相传 延续至今 龙头节吃饺子 被称为咬龙饵 饺子行似耳朵 现中的肉菜 独着也像有才 寄予新年财运滚滚 嚼龙鱼是指吃春饼 源于清代 因其圆而薄的形状 好似鳞片而得名 色泽金黄的油炸糕 好似龙胆 在北京 天津 天津等一些地区 就有龙头节吃油炸糕的习俗 绿梁地区有吃煎饼 葱油烙饼的习俗 煎饼或葱油烙饼 讲究香软 酥脆惨多 吃葱饼就像是在接龙皮 在这天吃香脆的麻花 又称为肯龙骨 相传很久以前 河北部分地区毒蝎横行 为了诅诅毒蝎子 人们就在每年2月2 把和好的面拉成长条 扭成毒蝎状 然后油炸吃掉 久而久之 就演变成了今天的麻花 2月2蒸馍馍和菜团子 就叫做蒸笼蛋 此外还有一些 以龙字命名的食物 例如龙饼饼 龙须面 龙子猪等等 寄托了人们骑龙赐福 保佑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的强烈愿望 2月2咱们从头收拾起 要从头倒脚立枕的 咱的车也得收拾立枕的 干干净净的 对吧 不过老猪大哥今天就发现 在大东联合路上 有家修车点 从他们家门口到人行道 再到路边停着 那全是车 有些还是破损的 缺咕噜手盖的 这道啊 这么个毒法 人可往哪走呢 生活倒包来服务 老猪现场来帮忙 今儿啊 我们就走在沈阳市大东区 联合路176号这儿啊 您看着没 有一个这是应该是修理厂吧 结果啊 门前这个残车呀 这路边也停啊 这个人行道也停啊 瞅着样都变成垃圾寸放点了 这哪能行啊 这么的咱赶紧找他一下 就就就管管点事儿 管事儿啊 这个事儿管不 这是什么情况 这都堆在这儿了 这个是我们维修的车辆 我们屋里边没地方了 这个呢 这个也是那个保险公司 没给赔的呢 自没给钱呀 给完钱了以后啊 他就把保险公司就拉走了 因为一定要收残值 所以说有才给他放在这儿 那你说这车就是算残值呗 对 这个残值不好扣吗 论仅算 两件一公斤 年仅是属于是 保险公司赔给你钱以后 保险公司的固定财产 保险公司咋处理 是人家的事儿了 那你这些车呢 这都在修车辆吗 在修你还好听呀 你说这小缝底的 你说这瘦点的吧 江湾 像我这过都得 在家蹭一身土 这都给你这有擦车业务 你们这个是 我不知道是这啥 但是现在这不都这么停吗 那从你做起呀 都这么停 那不就都没地方了吗 咱一个一个都把它捋顺好 你这意思 那边停都停 那不就没改了吗 关键是现在它门口的去 你现在要那个地方 那是公共产 现在他们都收费用了 不是 我就说让你呀 管理上咱们来人了 好好停一停 你还 那哪是这个意思 你还老看别人 那别人都违法违规 你也去做去呀 咱那往好着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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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管理 你看这位呢 不跟好的比 专门和那尿炕的比 那哪能行啊 得向好的学习 必须得养成好的习惯 求要出去了 赶紧把这块弄走 如果咱不能走 不是开玩笑了 咱一把进行出发 这位是门口可见摆 行人就得拐 说挺有理啊 就不管自己 那可不行啊 这个门口啊 是三包范围 每个商家都有管理 和维护的义务 第一 咱先做好自己 如果别人有问题 也可以向老猪大哥反应 对吧 给咱们导报打电话 23186789就可以 昨天进入久久了 阳光啊 停给力 一天风和日力 但是今天明显跟不上趟了啊 一天都阴得呼啦的 北方搜搜的呀 呱的人是东到西弯的 明天天比今天晴 但是风力依然在5到6级 阵风7到8级左右 体感不是很舒服 康平法库新民局部 还将伴有阳沙或者是浮沉 为此呢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 发布了沙尘暴蓝色预警 另外呢 明天气温受风力的影响 降温比较明显 所以啊 风大加上冷 明天大伙尽量是少出门吧 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三 温度将会一路向上 周三全省多地 最高气温将达到15度 你看没 北方前脚没迈出两步呢 升温后脚就跟上了 辽宁的春脖子是真短的 来吧往下说 说这个沈阳啊 有个13岁的男孩 他嫌自个儿的寒假短 成天光顾玩了 快开学了 作业也没写完 眼瞅着到底要露馅了 咋整呢 男孩接下来的举动啊 可让爹妈上老火了 接来一段广告过后 咱们马上说 ých伏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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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总啊 这么豪华 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是的 千真万确 今天只要199元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 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 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 价值2580元 看 这是合格证掉盘价 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不要两千 不要一千 只要199元 马上给您送到价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 对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对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 对 199元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连我们金钻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 热爱生活 人人有责 生活导报为您服务 说前两天还没开学 那会儿啊 沈阳三栋桥派出所 就接到一名女子报警 说自己13岁的儿子 在前一天下午离家出走了 而且是彻夜未归啊 走的时候穿的是迷彩羽绒服 深色裤子 还背了一个蓝色的书包 哎呀 这是跟爹妈抄出来啊 还是跟别人打架惹祸了 家里人告诉民警 可能啊 跟这些都不挨着 这不快开学了吗 他作业没写完 姑妹啊 是怕开学 比挨老师和家长骂 这才离家出走的 民警啊 立刻将情况上报给市区安局 申请全市协同查找 最后啊 终于查到孩子的行踪轨迹 发现呢 他应该在太原街的某大型超市里边 民警一边联系太原街的片景 一边带着孩子家长呢 就往超市赶 当天中午啊 总算把孩子给找着了 你们踩着还搁哪呢 正个超市游乐场边上 那按摩椅上还挺会找地方 坐着卖单呢 看着匆匆忙忙赶来的民警和家长 那表情相当淡定了 一情自在 咱就补脑啊 当时就大人急得 哎呦 活地活了的 急得直上房 孩子呢 就可能悠闲自得的 往那一坐 哎 就内劲的 这俩反差得多大 哎呀 我跟你说 看到这场景 是不是老多人 咦嘛 这要是我上去卷的两脚 那逐一忒正了 另外啊 咱说一下家长 孩子失踪了 可不能等24小时再报警 哎呦 我天 你俩这么淡定 你还挺能坐得住 国家早就有规定了 啥时候发现你家孩子不见了 啥时候就立马报警 一分一秒也不能等 特别是孩子小啊 不到找家长 也不到危险的 你再说 万一啊 坏人给拐跑了呢 差那么一分半分的 可能就错失了 找到孩子的机会 到时候啊 拍大腿就来不及了 我还想说一句 这孩子回家好好 好好的 告诉告诉我 啊 遇到啥事 咱也不能离家出走 多危险呢 咱们接下来说 周航龙家在大连干警的区 最近呢 他遇到一件糟心事 楼上连续两次漏水 把自尔家给腌了 咱说了 再一再二 咱不能再三了吧 周航龙决定 跟邻居谈谈 可当他敲开楼上的门之后 气就消了 因为这一唠嗑啊 他得知 邻居李海燕 一个人带着瘫痪的父亲 和患病的母亲生活 六年来 以一解之力 撑起了这个家 周航龙啊 当时就被感动了 主动地放弃了赔偿 自掏腰包 修好了水管 还经常上门 帮忙照顾瘫痪老人 这个是香水管 偷了这个竹筷 它这经常 不是竹筷 它就露 露完这个水 从这就躺下了 干嘛 就脱好了以后 就穿上这边 我一个风筹 哦 哎 沉不沉 开始了 开始了 这两天一位蒙面女 那个不是蒙面 蒙面魔女侠 也是火爆了网络呀 浙江杭州的张丹丹 那天这个家赴面魔美女 就听门外有人喊 着火了 她也顾不上把面魔给撕下来了 操起自个儿家灭火器 五分钟灭火成功 昨天张丹丹因为这一项一举 被网友笑赞 这邻居能处啊 有事真上啊 而她自己也获得了五千元的奖金 大概十一点多嘛 我贴好面膜 听见有人喊着火了 正好我家里面有灭火器 我就手上拎着一个灭火器 直接就过去了 我们家客厅有三个灭火器 窝室有一个 差不多两个喷完的时候 把就灭掉了 人都没事 还是挺万幸的 火灾还是挺吓人的 跟那个灭火来比嘛 形象已经不重要了 还好贴着面膜 要不然很丑 这个奖金还是会用在 消防工艺上面 我在我们这个楼道里面 捐赠一点灭火器 或者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 我在做一些事情 把钱花到我们村里边 去宣传一下消防啊 或者是教大家用一下灭火器啊 虽然一张面膜 挡住了张丹丹的脸 但是透过面膜 咱都看到她的心灵美了 而且我发现 张丹丹挺爱美呀 倒点的服面膜 就是有时有点的 是吧 说明她特别好美 但是面对那么大的火 一点没打出 说上就上啊 那为啥能做到这一点 东北姑娘啊 是不是啊 不光办事麻利 心眼必须得好使 五千块钱一说了 也不踹刺耳斗 就想多买几个灭火器 放楼道里边 大伙公用 再找个时间 交交大伙消防知识 姑娘多好 面膜女侠 受我一拜啊 那么往下说 南京有位民警 那天出差 在住宾馆 习惯性的啊 就往大厅里 那么小 套用王萌那句话 那我的眼睛 就是 当时陈某应该是 跟他女朋友 在那边聊天的 因为宾馆的话 是在距离 他女朋友住的地方 比较近 因为他女朋友刚下班 两人准备聊一会儿天 然后就各自回家 准备离开的 时间回到2月18号 凌晨3点多 南京清华区两家相距不远的 二手奢侈品店先后被到 当天早上 店主发现后报了警 二手奢侈品店的里面 大概都是一些 名贵的包 然后手表 还有其他奢侈品 总价值的话 大概是40多万 警方立即展开侦查 通过监控和大数据研判 锁定了7名嫌疑人 4个人主要是在现场 有两个人是负责 撬门跟破坏监控 然后另外两个人负责 在周围望风 等他们东西偷完了之后 喊另外三个人 把偷的东西带走 转移掉 后来通过情况发现 清明嫌疑人 做完案之后就连夜 返回了连云港 东海老家 办案民警迅速赶赴 连云港开展摸牌 实施抓捕 2月19号凌晨 民警与当地警方 会商之后 抵达宾馆 办理入住手续 大厅里面就两拨人 除了我们公安民 大概10个人 在前台办理住住之后 然后大厅里面 就有另外他们两个人 然后进去之后 因为就是好奇 然后就对周围的环境 也要确认一下 然后当看到他的时候 就觉得跟自己 要找的这个嫌疑人陈某 就特别像 感觉特别熟悉 就跟在哪边见我一样 经确认 这名男子正是该盗窃案中 负责忘风的嫌疑人陈某 他在与女朋友聊天时 刚好撞上了办案民警 嫌疑人刚开始 他们作案的时候 都是戴口罩的 后来我们通过 这个监控的人像追踪 然后明确嫌疑人身份之后 然后对这几个人 大概的这个影像信息的话 比较熟悉 去外地我们主要工作 只要去外地抓捕嫌疑人的 所以说对于路上的行人的话 平时还是有一定的观察 根据陈某交代的信息 民警顺藤摸瓜 将另外六名嫌疑人一举抓获 并将赃物全数追回 看看人家这职业敏感 干啥就得要祸啥 这民警爱港经验的这份精神 值得咱每个人学习 这民警的眼神 真让人佩服啊 来吧 问大伙伴一个问题 您知道我国新生儿 听力障碍的发病率是多少吗 这个数字啊 说出来挺惊人 约占百分之三 也就是说 一百个新生的小婴儿里 就有大约三个听力不好 昨天是第二十三次全国爱尔日 省残联联合多个部门和医院 举办了一场爱尔行动 在我们国家 第二次人口 残疾人口复利 突然调查结果 显示我们国家 有听力残疾人 两千七百八十万 3月3号是第二十三次全国爱尔日 辽宁省残联 辽宁省卫生健康卫 辽宁省财政厅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沈阳市残联 在中国医科大学 部署圣经医院 共同举办了一场爱尔活动 多大了 是 你今天多大了 几岁了 我今天六岁了 今天来到这儿高不高兴啊 高兴 为什么高兴呢 以为需要表演了 我家孩子大概是一岁半吧 一岁半的时候 发现孩子听力不太好 然后我们先起给他配的助听器 然后配完助听器 我们两岁的时候 去送两岁半吧 送他到那个一个康复机构 但是后来在两岁半的时候 发现不到三周岁的时候吧 发现他听力就不好了 但助听器已经不行了 然后我们又咨询了医院 咨询医生 然后医生给我们推荐 做了人工耳窝手术 然后我家宝宝很成功的 就非常适合这个人工耳窝 然后现在康复的特别好 通过人工耳窝手术 让孩子的听力达到90%以上 今年3月1号开始 已经可以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课 大概三岁左右吧 不知道 发现比较晚 也没有遗传 是先天性的 我觉得帮助还是挺大的 因为经济这一块就帮助不少 再一个就是 他对孩子后期康复 是一直有持续的帮助的 孩子妈妈说 当年发现孩子听力有问题的时候 特别难过 因为治疗费也一度想放弃 但又不甘心孩子 就这样丧失了听力 我们家这个王一函 现在是做单侧的 大概是 政府帮助下能省个 耳机的情况下能省个十万 十一二万左右吧 我就挺感谢国家 这个对我们这个帮助 因为有一些家庭 是一向拿不来这么多钱的 对对对 做一侧的话就能感谢孩子生活 就是能让他康复到 跟正常人的百分之九十到一百 就是完全康复 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 一个到每一个孩子 每一年有一万二到一万五 得学费补助 而且有一些贫困家庭 还有那个贫困补助 生活补助 差不多是两万块钱 就是低保家庭的情况下 那么造成听力障碍 又有哪些情况呢 记者咨询了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耳鼻喉投进外科的马主任 先天性耳龙就是在孩子出生的时候 就有听力损失了 这部分耳龙原因呢 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遗传的因素 比如说肌肉或者眼射体的异常 导致听力受损 第二方面呢 就是有一些先天性的发育不良 比如说听神经发育不良 或者是内耳畸形 中耳畸形 所以这些先天性的畸形 导致幻儿一出生的时候 听力就是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 就是怀孕期间妈妈的因素 比如说怀孕期间 妈妈有病毒感染 或者是使用耳毒性药物等等 这些也会损伤到胎儿 这不光是孩子的耳朵啊 咱大人自己的耳朵也不能马虎 比如工作生活上上点火 洗澡游泳 耳朵里进水了就容易引发中耳炎 这时候不能脱得赶紧治 和耳朵包时比起来 牙药不好使更遭罪 那可不光是看着眼馋吃不上的痛苦 而是很多东西嚼不动嚼不烂 身体营养跟不上 健康出现问题 所以牙齿有问题 更得赶紧看 牙齿呢只会越脱越严重 到时候费钱又费事 要是把牙给脱掉了更是后悔又遭罪 康美加是全国连锁口墙机构 规模大实力强 口碑认证老品牌 牙齿种植 牙齿矫正 美学修复 治疗护理啊 各种牙齿问题一战式解决 明依技术特靠谱 舒适 诊疗 有保障 看牙不必顾虑重重 现在正是康美加口墙 九周年愿庆的活动啊 进口直抵3.4则起 不拿这个号码 说是生活倒报的观众 明依亲诊 拍片检查 不要钱 多项特惠 等你领 请不吝点赞 以前我近视还有散光 后来眼睛花了 看谱子还得戴老花镜 看远处呢 还得换近视镜 每天啊 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 太麻烦了 而且这老花镜带时间长了 眼睛酸胀 头也晕 有了这副超市的 看书 写字 教学 开车 看远 看近 只要一副就够了 高音 低音 要转的自然 看远 看近 也要收放自如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你可以换一副 好眼镜 四十多岁以后 我就会开始 就是眼睛就花了 往那我喜欢 那个摄影 你要是在外边拍呢 还得戴墨镜 要不就黄眼 上那高原地 或者是太阳光墙的时候 等着一戴太阳镜 花镜 看不见 等到戴着花镜吧 又黄眼 到去年 然后听我们一个摄影的老师介绍 说他得再配一个 超视力的这个眼镜 挺好的 能看远 能看近 这部眼镜戴了以后呢 他也不用摘 看远也行 看近也行 不像以前那个眼镜 还得这么扒了下来 太显老子 老太太似的 有时候爱喜欢旗袍 有时候我们上大课吧 一百多人 就是要站到后边呢 老师前面动作看不见 戴上这个眼镜呢 看近也行 看远也行 往后老师的动作 我都能看到 从说你那个岁数大 你卖钱站 我说不用 我有这眼镜 这眼镜就是我的第二双眼镜 眼花就带超视力 我是蒋纳维 我信赖超视力 超视力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眼花就带超视力 地址 和平区南武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习行20米路北 超视力视光中心 配进专线 02481681988 越爱生活 人人有责 生活倒报 为您服务 现在很多车辆 都装上了ETC卡 上高速路 不用排队 很方便 但是下边 要说这事啊 你一个不理户 手指头一瞪 可能银行卡里的钱 就到了骗子手里了 前不久 江苏的黄先生 就收到了ETC短信 说他的ETC被锁定了 还给他发了个链接 要求他点击链接完成识别 但是当黄先生点击链接之后 卡里一千多元就被转走了 今年1月16号 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接到一起报警 报警人黄先生说 当天早上 他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 告知他的车辆高速通行被封停了 需要点击链接再现恢复 我看这个界面就ETC的 这很像 其实可能不是 现在证明不是 要么输入那个 你证明不是是吧 你怎么知道他证明不是的 我输入之后 扣钱的发现不对了 点进去之后 里面还有些内容 要么填银行卡的信息 黄先生点击了链接之后 输入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 过了几分钟 就收到了名下信用卡的开户行 发来的消费通知 告知他已经支出了1680元 他这个网址 它是一个不明面接的网址 是个钓鱼网站 然后打开这个网址的界面 这个时候被害人 在上面填写了自己的 银行卡的密码跟验证码 这个时候骗子在贺台里面 也是同步获取了银行卡的密码跟验证码 无独有偶 苏州事故苏区公安分局 也曾经接到市民刘先生的报警 他也是收到了ETC平台 发出的异常短信 说他名下的车辆被禁止高价通行 点击短信链接 输入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和密码后 刘先生的银行卡上的 1800多元被转走了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做进一步调查 注意到此类警情后 负责江苏ETC业务的相关单位 也第一时间发出提醒 只有当车主的ETC设备 因为欠费不能正常使用时 才会收到短信告知或电话通知 并且官方的告知短信里 不会含有任何网络链接 近期有很多不法分子 以ETC失效 ETC过期 或者ETC锁定这种为原由 向所有的客户发出短信 这些短信里面包含着 含有病毒的链接 一旦打开的话 可能会有存在资金风险 所以这一类短信 全部为诈骗短信 专业人士提醒 全国ETC客服热线为95022 江苏高速公路的ETC服务热线 为02596777 如果市民接到这两个号码以外的 其他号码发来的 与ETC有关的短信 请务必提高警惕 如果需要办理ETC业务 请使用官方APP或前往线下正规网点 如果一旦是需要提醒客户 去给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 是一般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 以及APP去给客户推送 我们全省有63个ETC客服网点 在我们全省13个地级室内 大家可以前往 同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通信宝 ETC的微信公众号 及通信宝APP 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办理ETC业务的过程当中 官方不会向车主索要银行卡密码 或者是手机验证码 警方提醒 由于近期出现了多起 利用ETC设备诈骗的警情 如果大家收到此类短信 有疑问的 可以拨打官方客服热线 或者是110进一步咨询 这些人士提醒 只有当车主的ETC设备 因为欠费 不能正常使用的时候 才会收到短信告知 或者是电话通知 并且官方的告知短信里 不会含有任何的网络链接 此外